在神明回鸾 信仲放鞭炮 但瞬間大失控 现场烟雾弥漫 原本站在门口的信徒 全部躲进宫里 场面一度非常紧张 直播影片记录下惊悚瞬间 一次现场鞭炮数量太多 导致引燃后迅速延烧 好不容易控制伙事 信徒在现场吸收洗头忙降温 避免遭到手躺伤 不过意外来得太突然 一名围观者遭到严重炸伤 神明绕进回鸾 放炮庆祝变调 受伤的李希男子 事后惨状也曝光 真的没想到三年前的十月 只是尾关凑热闹 竟然被炸得满身伤 李希男子一气之下 对点火的无心男子提出告诉 还要求四百万和解金 但双方谈判破局 最后官司打到二审 被告遭判刑六个月 他是开天假 他是开天假 我们没办法接受 我们这么小的公庙 怎么可能承受得了 那种赔偿的金额 只是遭到炸伤的围观者 也很惨 全身百分之三十二 二度烧烫伤 百分之十二排汗功能丧失 夏天几乎没办法 离开冷气房 但是他的面积如果比较大的话 确实体温调节就会受到影响 体温调节不过来 会导致休克 历经火劫再重申 连医生都说 附近之路很辛苦 未来恐怕都无法在太阳底下 正常生活 新新闻 颜凯事杨染敦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新闻